哈喽大家好今天做一个钥匙链 是一个这样的钥匙链 用的两层皮子对贴然后进行缝合 样子比较简单而且造型还是挺好看的 这是我之前做了一个粉色的肉粉色的 现在我要用这个摸绿色做一款摸绿色的 好现在我们开始制作 这一个已经采好的摸绿色的意大利包头这个带条 原来手环料 首先先做一个源头做完源头 然后我们再做里面的东西 圆头已经裁下来了 裁下来然后我们用刹条把这个圆头打磨得更圆滑一点 打磨好以后现在要做一个挖槽 好因为这个这个钥匙链做的时候 它在这个上面的缝线是把线埋到一个槽里头 埋到这个槽里头首先要在这个皮革的背面挖一个槽 然后再把这个正面这个皮面给它压下去 然后把线埋到里头 然后这样的话这个线在日常使用中都不会容易磨损 也比较耐用一点 挖三我们用的是这款美式的挖槽器 这个上面的这个间距我已经调好 大概是2.5个毫米左右 上一个做的时候我大概3毫米 然后这回我想用一个2.5毫米的 然后看看做出来的是不是会显得更精致一点 我好以后飞就能像了这艘船 但不哭声却望不到岸 在焦虑狂风后好声哭放声响 踏过前条水和万重山 我们就需要用棉签沾一点水 然后把这个草打湿 这样的话就好把它压下去了 要操用的是这个工具 好 ok了 好现在开始压另外一侧了 现在就一样草入一样好了 压好以后我们再贴礼皮 好我们现在还是贴礼皮 这些贴里头的这个皮子里头用的是一个原色的植物格 贴之前因为这个 呃这个面皮这个底下是带风底的 所以在贴之前需要用沙条把这个面皮的表面打磨一下 这样的话还有更好的粘化性 这样的话还有更好的粘化性 让我们算是用轮延 Doncs 这都要用滚轮把它压一下 像在轮延倒 在轮延倒 然后我用鼓棒把这个压槽里头的再往下压一下 让它压槽跟那个里面的底皮更贴合一点 好 我们现在用美工刀把它这个底皮 按照外皮就把它擦一下 OK 这样就擦好了 然后以后我们把这个头用沙发稍微打磨平整一点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缝线 缝线的这个线就缝到这个槽里头 然后我需要用那个监巨龟在里头画一条线 监巨龟设置的是2.5毫米 好 我们现在去打斩 打斩用的是2.7毫米间距的这个斩位 然后去打 好 我们现在去打斩 ERLUF 好,现在还得爽滩 好了,现在已经缝好了 然后缝完以后,因为它有个压槽没法敲线 所以说用鼓棒把这个线稍微压一下就行了 压好以后接下来就是边缘缝边处理 因为这个皮边比较厚,所以说削边的时候要用到这个2毫米的这个削边器 接下来就是正常的缝边过程了,然后这点我都不展示了,然后一会儿看成果就好 好了,封编完成以后,我们给上面打好孔,然后装上马蹄扣和钥匙环,整个钥匙扣都做好了 整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喜欢的话,还请大家给个三连,谢谢,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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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